欢迎回到美丽星台湾 中东培原本从事建筑业 2009年转换跑道种玉女番茄 她成功克服了肥料跟病虫害的问题 还搭建出了直立式的番茄隧道 让她的番茄日照均匀 皮薄多汁甜度高 种出了消费市场的好口碑 直立式的番茄隧道结石累累 垂挂一串串犹如红宝石般的玉女番茄 眉得像一幅画 装葱培的玉女番茄受日照均匀 裤型跟颜色都好看 而且产量惊人 要种的话 我会种这个隧道石 是因为它的那个番茄 它是全日照的 它这样受阳光的日照 它会比较面积会比较好 它那个受的日照会比较均匀 所以它长的果形 或者它的颜色 都会比较漂亮 那消费者它会 消费者它会比较 看你那个果形 还有它的口感 但是口感之所以会 是每个人的操作 都会有不一样 但是最主要预理 它就是 直立式的跟做这种 这种斜式的 45度的 它都有很多人 个人的操作方式都不一样 庄聪培也试过 其他斜式的搭法 唯有直立式的隧道管理上 好管理 而且通工性好 病虫害较少 两年生的作物 它是属于秋冬的作物 秋冬的作物 你种的时候 它番茄会比较 皮胃比较薄 脂味比较多 那夏天的话 你夏天的话 它的病虫害会很多 你很难去掌握 它的那个状况 就是说它变化会很多 有时候它皮会变厚 它有可能会比较硬 我今年的产量 是比去年好一点 因为我是今年的产量 会比较好 是因为我这个植株 我有把它缩短距离 我有把它种得比较多 多植株 然后它的产量会提高 庄葱培种植玉女番茄的 经验老道 果实采收甜不甜 全靠经验判断 从上面这边先红 有两颗至四颗 六颗 这你要采的话 采这四颗 它的甜度会比较高 如果采到第六颗 你看它已经有红 但是它的甜度 会比较没有那么甜 所以我们在采通常 都会采四颗至六颗 如果是差不多 差不多十二月的时候 你在采的时候 差不多采了四颗就好了 你不要采到第六颗 它的甜度就会有差别 会比较没有那么甜 原本从事建筑业的庄葱培 十二年前朋友建议他 种植玉女番茄 他先试种五颗 发现玉女番茄的口感很好 皮薄 还是薄的 然后肉会回甘 吃下去第一口是甜的 那你之后再吃肉也是会有甜 不是只有汤汁甜 是含它的肉也会甜 所以会有回甘的感觉 就是人家说的 甘麻味甘麻味会回甘 皮很薄 然后汁又多 它的口感又好 它自然就有一个甜的 自然就会很甜 你不用给它怎么样的 太大的管理 照顾农作物就跟照顾小朋友 自己的小孩子一样那么辛苦 如果你想要有好的收成 一定是很辛苦 这个过程因为非常的长 番茄它是两年生的作物 所以如果你照顾得好的话 从头到尾 可能要超过九个月的时间 然后那个从它苗再开始 就是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闪失 番茄的野性强 时常要花时间 剪掉多余的枝芽或是叶子 为了顾好品质 它们花费很多时间 在整理枝条做修剪整理 因为它会吸收很多养分 所以必须除掉 要不然它这个主干 长出来的东西 就是营养会比较没那么好 就比较没那么漂亮 那测芽 因为我们现在都清得还蛮干净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没什么 现在这个就是测芽 芋女番茄盖温室 采用滴罐的方式栽培 可以控制水量 给予少量多餐的方式 让番茄果实不裂果 又保有一定的水分 滴罐的好处是在这边 没有 因为这个植植的大小 是跟你的栽培管理有 是有相关的 比方说你这个 你的有机肥 有机脂 过不过 也很重要 你的土壤的问题 也很重要 最主要是在你的管理 它应该来都是 每个人的管理都会不一样 但是芋女它这个品种 它最重要它要靠嫁接 嫁接的话 它那个比较不会有 那个疫病的问题 才不会 它比较好栽培 芋女番茄 嫁接苗 苗叫贵 种植的时间较长 但最大的好处 就是病虫害少 产量跟品质都很稳定 目前的价格还不错 但是我们是用很长的时间换取的 那早上可能天亮 大概六点左右就要出门 然后一直工作 有可能 有时候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 都有可能 因为你在大采收的时候 你光是装那个番茄 白天 因为白天有看到那个颜色 所以你知道说 这个红已经熟透了可以采 但是晚上没有办法 晚上就是用来包装 那包装的时候 你要一粒一粒的挑 它如果说有裂果 不够熟 熟度不够的 然后那个 就是看起来 地头比较黄的 就是我们可以感觉到 它这个品质不佳的 通通就是要打掉 每一棵果实 光是挑果的时间 以及擦拭 整理 装盒 从采收到包装 所耗费的工时很长 我们十几年刚刚开始种的时候 番茄那个时候 因为温室还不多 所以它的价格算还不错 那收入比较稳定 现在呢 整个市场就是 温室太多了 而且大家都一窝蜂 因为你知道台湾很多东西 就是没有三年好光景 大家一听说 番茄价格非常的好 一盒什么一百多块钱 大概百分之八十的 那个温室都在种这个 所以它的价格就是 有的时候面临崩盘 甚至不到成本 很多辛苦的层面 只有种过的农民 才知道各种滋味 又时常遇到有产量 却价格不好 没产量 价格再好 也没用 有办法自己做宅配的话 它的收益会最好 如果你光是去市场拍卖 拍卖的话 那个价格其实 农人再怎么样 他都不可能是大赢家 因为中间商的剥削 说实在的 大家心里都知道 很严重 不管市场价格如何 中葱培把玉女番茄 维持在消费市场 一定的专业水准之上 逐步建立自己的 宅配市场品牌 才是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